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中学历 对 所以说在你以往的这个工作经历当中 是不是这个学历问题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你 成了我的一个坎儿 一个坎儿 那后来有考虑过通过进修的方式把学历再提高一点吗 因为这个途径还是有的 因为家里面的情况不允许 家里面什么情况 我在我八岁的时候 我爸爸就得脑袖伤了 然后基本家里面只靠我妈妈来喂吃 那会儿我妹妹才几个月 然后家里面只种了五亩地 所以说那会儿比较艰苦 然后我出来打工之后 基本钱都是寄到家里 我爸爸还要每年吃药 然后17年的时候 我妈又得乳腺癌了 所以说我更没有那个钱经历去学习 那妹妹现在工作怎么样 我妹妹也是不念了 上到高中就不念了 然后我妈得病之后 她就不上学了 然后就出来找工作 她在火锅店里面上班 结婚了吗 没有 她也没结婚 你也没结婚 对 我们家里的负担比较大 所以说基本就是跟我相亲的 一看我爸我妈身体那样 都不愿意 那你这些年打工赚钱多 应该是你唯一的要求吧 就是 就想赚钱让父母身体好点 不用为钱操劳 妈妈最近怎么样啊 我妈妈四月十九号 二十号会来北京复查 妈妈心理状态怎么样 我妈是很坚强乐观的 一个人 对 每天我都要 就是来北京之后 每天都要跟她打视频 打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 每天都要跟她聊一聊 这次爸妈知道 你来非你莫属找工作 是不是 这次爸妈的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里 我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回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今天来菲尼莫属 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销售 因为我之前只觉得 干那个在商场里面卖东西 我觉得我唯一的特长 就是卖东西了 别的没干过 销售 对工资有要求吗 对工资之前 在商场是六千到八千 每个月 对 好 地点有要求吗 北京吧 北京离我家近点 北京离你家近点 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擦干眼泪 好好的 全身心地投入到 你今天的求职当中 说说你干销售 当时是怎么去做售货员的 做售货员 是我姑姑家的姐姐带我去的 你是卖什么的你们销售 卖玉 玉石 对 好 接着说 然后就是 她会给我调到唐山呀 密云呀 怀柔呀 还有门头沟呀 反正就是北京周边 基本几乎都我调个遍了 还有防山 你没有固定的店铺是吗 我是属于 属于激动的 我去了之后 他就说得必须接受 随时调动的那种 你一直是在做十三个店 这种来回的援助 有做过管理工作吗 都是最后的两个月了 才给我收到那个店长 你跟每一个新到的这个店的工作人员 人际关系相处的怎么样 我就是比较是到哪个店 我都是认真地去工作的那种 然后基本不会去 跟他们发生什么争执什么的 然后就是按照店规来行走呗 那大家对你的评价 你有了解吗 我就是跟我在一起 工作最长的时间的那个姐姐 就是说到她辞职的时候都说 我是个没心没肺的 为什么给你这样的评价呢 因为不管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遇到开心的事还是不开心的事 我都会第二天去 还是乐乐呵呵的 该工作还是工作 你这样的表述 我觉得话里有话 你是不是 因为销售 工作行业都是要以业绩来为主 然后每个人在柜台的时间 是有限制的 每个人在柜台就是 有分早班和晚班 如果我轮到早班了 然后旁边还有一位 也是跟我一起上早班 如果说就是我抢他客人 他肯定会跟我急 但是他抢我的客人 我就基本都不会说 因为每次卖出去的东西 都属于是整个店的业绩 店里如果说 做到业绩 就是排行到前级的话 我们整个店都是有奖励的 所以说我不会因为 一个一件货 两件货去起这种质 我就想问 你到底和同事关系融洽吗 你到这些店去支援的经历当中 去别的店肯定是 就是有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我去店里 就是在抢他们的业绩 我就没太明白 就是其实我觉得 你可能性格很好 然后也不愿意跟人发生冲突 但是既然是你老板派你去的 然后那么这个等于是公司的计划 对吧 然后他们本来是有一些业绩的 你去应该不是分他们的单子 而是某个程度上要帮助他们做得更好 不是的 把我分配的地方都是不出单的地方 对啊 那就等于是你去要帮他们做得更好 对不对 那这个情况他为啥要 小叶 你这个地方 这个你不用去替他的同事去想 其实这个是他没有办法去左右 他同事去怎么想 但我觉得他的心态很好 是这样的 他心态确实好 他那个就是第一年去了13个店 肯定是有工作业绩的 不然他第二年不会被提为店长 对 我觉得还是咱们应该从源头来说 老板为什么让他是去支援 你们想着过这个词吗 他去支援 说白了他就是去服务 去的都是销售额不好的店 对啊 而据我对他资料的了解 他曾经创造过一个记录就是 你在门头沟有一个店支援 对 来 说说吧 这才是根源 就是我去门头沟支援的时候 那个店上个总业绩 四个人就是守那一个店 总业绩是一千五百块钱 一个月 对 我去老板让我去三天 然后我去的前一天没有出单 第二天出了一单小的 然后 你就最后说总数吧 总数 三天多少钱 两万多 不三万二吗 到底多少钱 三万二 为啥要说两万多呀 因为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运气 我感觉 所以你明白了吧 他去是等于否定 那些店原有的销售员 存在的问题 存在的 就是说白了 他去就是打人脸的 尤其他业绩还能做到这么好 所以这个词 首先就是让他去支援 那个因为我们销售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销售是要支援的 对吧 从那个市场 然后从这个D2A各方面 去帮他支援 他等于是在一个孤立无援的 环境之中 甚至还有恶意的环境之中 自己单枪匹马 还做出业绩来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出色的经验 不一定是恶意吧 反正他需要不断地去适应 这13家店 每一家店的情况 在短时间内了解 这个店的现状 然后迅速改变 这个店的销售额 所以我觉得 那个词大家没有抓住 就是他是去支援 他不是闲着的 老板是觉得 这13家店可能惨不忍睹 我觉得你行 我希望你去打开局面 提升 或者给他们打打鸡血 顺着他刚才 那13家店的故事 我想了解一下 彬彬你的性格 就是当你面临了 去13家店 你每次去提升业绩 但是别人还 就排挤你的时候 你当时 你的心态是什么样 因为你也很年轻 你的心理感受是什么 你又是怎么面对 这件事情的 我当时就是感觉是 第一是福生老板的安排 然后第二肯定是 对未来要去的地儿 肯定都是未知的 然后就做好自己 该做的 就像在自己本店里 平时怎么做 去那还是怎么做 所以不会改变你的行为 对 那你自己觉得 你提升业绩 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就超越了原来那些人 我觉得第一就是 我要去观察 来的顾客需要什么 然后再就是 他的就是语言上 就是更为偏向哪类的产品 然后再去给他退销 好 那老板让你做店长的时候 你觉得他看好了 你那几点 让你升了店长 比较吃苦耐劳 还有听从安排 然后负责任心吧 就刚才那个业绩的逆袭 这种情况 只是一个个例 还是你去的13个店 然后都这样 去的13个店 每个店的业绩 我都能排到第一第二个 来吧 第一环节到这里 请各位企业家 根据求职者于彬彬的表现 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冰冰 台上还有八盏灯为你留下 谢谢 进入到你今天求职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财 你来找销售的工作 那你的技能展示 是和销售这种模拟有关吗 咱们来个模拟销售吧 卖玉石可以吗 这剩下11个人 你觉得谁最有可能 买你的东西 小叶 小叶总 好 小叶 你要破财了 哎呀 我天哪 小叶现在进到你的店里 我得你店里 很高兴为您服务 你好 您看您喜欢什么样的 那个给谁带的呀 我就自己先看看 您要需要的话 可以叫我 可以给您介绍一下 好嘞 我看看 这边有一个 缅甸的翡翠 您看一下吗 可以给家里老人带 也可以给小孩带的 行 那我看看吧 您要试带一下吗 我呀 我可以拿出来 给您试带一下 然后这边有镜子 您可以照一下 这手镯看着 这水头一般的 这翡翠飘花的 挺好看的 然后挺适合您的气质的 哎 我想要绿点的 绿的那就是和天碧玉的 那样的就适合 家里老人就是长辈戴了 不适合您这样 哦 那这个 这个好看吗 您觉得 我觉得挺好看 特别适合您 是吗 这个也不贵 跟您那个 脖子上项链相比 相差好远呢 那这多少钱啊 这个一千 这什么货一千啊 现在 现在这个上场搞活动 那 那气多容易折呀 我这粗粗拉拉的 一磕不就断了吗 那旁边还有那个 宽一点的 那个是八千八 您要看看吗 那我看看八千八的呗 我们这儿都是有 正规证书的 我 我有点犹豫啊 因为我觉得 您可以拿着那个证书 还有这个 翡翠去鉴定 我没有现在 这互联网时代 我不能拿个东西 扫一下出那个真假吗 可以 上面有二维码的 哦 那我现在扫 能出来吗 能 那我扫一下看看 我基本上 这个测试 我这边结束了 我先说 以我一个平时 不买翡翠的人来说 我觉得他对我销售 还是挺好的 一个是当我 当我说 我想自己看的时候 他没逼我 然后呢 他从边上 递了句话 轻飘飘递了句话 说 哎呀不是你看看这个 就是他又没有说 继续啊 我说我给您介绍 我给您介绍 但是他又递了一个 实际的东西过来给我 就这个切口 过口我就特别喜欢 然后其次呢 就是他介绍东西的时候 这个定价我就质疑他 但是他马上拐了个弯 说这东西细 虽然我不知道细的 要便宜了多少钱 但是我觉得起码 他在这个商品上 给了我一个合理的理由 然后最后呢 就我最担心的这个真假 他告诉我 能马上去验真假 这几个事 我觉得串起来 如果我有买的打算的话 我就大概率会买了 来 吴胜 其实是这样的 我是觉得 从销售上面 有两个 有两个你做得不好 第一点 你跟他说 现在是一千块钱 你说是桑桑搞活动 那你就得告诉他的话 桑桑搞活动 现在是一千 原价是多少啊 不然这样子 他才有一个心里 捡得便宜的感觉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说 你在面对一个客户的时候 其实你作为销售 你的感染力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跟他的态度的话呢 我觉得就特别像 桂姐的这个态度 其实如果他是 这样的一个销售员 你可能一天 接不到多少客户的时候 这个客户一旦见到的时候 出现一个客户 要抓住一个客户 你的整个的人的 每一个细胞都应该被调动起来 我觉得那个 吴胜是很专业的 然后给的建议特别好 就是你 我回想一下 我觉得感染力不够 因为的确我是 第一我有点心疼你 我得直接说 第二我还挺希望 给你机会的 所以这个我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我不是一个陌生客户 但是我们的这个产品 在同行业里面 价格真的是不便宜的 因为客户的东西 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你怎么把这个东西 它的看不见的东西卖贵了 然后告诉别人 你的价值在哪里 然后你的信念感 你的感染力 其实都是未来 其实之前卖货的时候 有就是说过 老师刚才说的那些话 对 好 我想跟你说一下 你身上的一个特色 我建议是各位老板 给他职位的时候 给他一个单价 客单价比较低的 2C的产品去让他卖 因为他的综合素质 很难去卖一个高价格的产品 对 这是我对他的一个感受 就是刚才这一段 为什么 你刚才整个推销的过程中 只是在讲商品 但是你想卖一个高价的产品的时候 你要讲感受 讲同理心 讲文化 这些恰恰不是你擅长的 你更擅长把一个基础产品 就要清楚 其实我倒不太同意凯一说的 因为冰冰的个性 其实不是那种快速成交型的 它是跟客户慢慢建立 感情连接的那种风格 它宜人性好 所以这种情况下 只能卖相对客单价高一点的 否则如果他卖特别便宜的 一定是那种快速成交型的那些人才行 因为比方说刚才他跟小叶的过程里 他会从一千到八千这个过程 他其实还算自然的 我原来想给你一个偏地推之类的这种岗位 我后来发现 你不是那种很狼性很野的那种 其实小叶也许更合适 我觉得 你觉得可以给他机会吗 我觉得可以 但是对 这个又有一点要跟冰冰要交流一下 你要求的薪资是不低的 因为你已经有四五年没有工作了 并且你原来的还是门店类的岗位 那这方面你一定要承担的是 你有一部分 甚至大部分的收入可能来自于销售提成 对 你的就是基本薪酬 你觉得你能承受多少 因为既要一个人来北京生活 还要对家庭有一定的承担 五千到六千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下 当然我的岗位可能不一定适合你 但我觉得小叶那边 小叶 你还是 小叶有可能是最适合你的 是因为他有机会管你住宿 他如果一个人带来北京 你们想想 如果我们给不到六千 就给到四到五千 他又要自己住 对 然后又有可能要给家里一点钱的话 这个 很现实的 徐磊说的也是我一会儿想提醒大家的 他一个人来北京 暂且不说他对家庭负责 他能不能自己维持在北京的 一段时间的生活 我觉得也是一个 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来 各位刘登的企业家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问的话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结束 我们求职者于彬彬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进入到最后的选择时刻 来 有请 好 祝贺你于彬彬 朱涛和赵晓燕 来 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我们共同进入到于彬彬的最后一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好 来 我们先从朱涛这边开始 就是其实我是 我公司真的没有港 我给你的岗位是 我觉得你需要一份工资 去养活你自己的家里 所以我的工作是让你去我家里 然后我的四千块是管你吃和住 对 所以没有写公司 因为公司真的没有岗位 谢谢 好吧 我们也谢谢狱涛 来 小叶 我们随风奔跑来自俱乐部 给你提供的是课程顾问的岗位 我们这个所谓的课程顾问 就是我们的销售和服务 因为我们的这个服务里面 销售里面是带服务工作的 也就是你要完成对学员的一些服务的基础上 然后还要每个月要有业绩销售 对你来说呢 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你比较容易理解 你也见过大概就怎么回事儿 然后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篮球体育 对教育这些东西你要去学习 那我给的这个待遇呢是4000加2000加提成 4000是底薪 2000是绩效 就是你要完成任务才拿到这个2000 然后加提成 我们提成的是7% 管住宿 还有点管住宿 对 我们是有住宿的 管住啊 来 你可以问小叶一个问题 每天就是有那个休息日吗 我们是单休 是周一到周五期间有一天休息 然后但是整个的一周的综合工作时间 是不超过40个小时的 但是如果你想做出业绩 怎么可能再做这么点呢 那就是你自己要用自己的时间去想办法去拓展 因为销售其实它不是一个 就坐在那儿干的工作呀 我好像问错问题 我还想问就是在北京吗 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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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地点在北京 那就可以了 好吧 来 于彬彬 在朱涛和随风奔跑之间选择其一 或者双双拒绝 谢谢 再见 现在开始考虑 你最后的选择是 许彬彬彬好 好 祝贺你于彬彬 也祝贺赵小叶 更要感谢朱涛 先祝贺你 求职成功 我相信这对爸妈和妹妹来说 都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我又怕我刚才说完之后 会分你的心 知道你今天来到《非你莫属》找工作 你的妹妹今天也来到了 节目的录制现场 你求职成功的这份喜悦 对 我们邀请妹妹到台上来 你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来 站到这里 首先我要感谢主持人 感谢各位老板 对我姐姐的支持 其实我要感谢《非你莫属》 对 特别紧张 我也特别紧张 那最后姐姐的选择 和你的选择一样吗 一样 特别的喜欢 真的 其实我也想做销售 特别想 好啊 跟姐姐学一学 《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到来 好吧 好 不用来这个舞台了 直接就陪着姐姐一起来 那不行 万一妹妹比姐姐更优秀呢 我们也要给其他的企业家机会啊 家里还有需要照顾 还是一个一个来 不 我希望通过她们姐妹俩的努力 能够早一天 让她们俩 在各自的事业岗位上做得更好 再也不用让她们抽出精力 来照顾家庭 能让你的父母 因为你们两个的成长成熟 过上更好的日子 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 但是你需要更努力 因为你肩上的担子很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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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谢谢 来吧 姐妹俩手挽着手 开心地离开这个舞台 把好消息带给父母 再见